詞曲 李宗盛 跟著最有實力拿到金牌 我们台湾跆拳道的国手杨淑君 势如破竹的 却在第一回合 被这个大会栽赃 宣判他施格出局 这个事件一出来以后 全国民众都无法接受 那么特别亚台盟 还发新闻稿 指责中华台北队 使用金人骗术 这是何等严重的指控 我们国人对这个事情 每一个人都吞不下去 所以目前 已经我网友35万人 超过来联署 申援杨淑君 还有5万人以上的人 联署 要求总统 要向中国提出 严正的抗议 强烈的抗议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马英九先生 都没有出面 从东京营长事件 到今天杨淑金 被栽赃的事件 我们看到马政府 面对中国的时候 面对一些主权 国人权益的时候 总是不吭声 让我们非常的失望 事实上 经过这两天 亚台盟 以及四台盟 的记者会 我们已经很清楚 杨淑金所穿着的 电子感应器的 这个电子袜 并没有违背 规定 那么大会所说的 裁判所说的 他另外 连贴的感应片 事实上 在照片上 以及杨淑金本人 的说明 他在出场以前 已经都拿到了 证据摆在眼前 事实非常的明确 我觉得 马英九先生 你应该要提出 强烈的抗议 甚至马政府 应该要呼吁 我们国人 不分朝野 大家 共同对这个事件 表达最强烈的 不满 同时 我们的中华奥会 以及体委会 甚至我们的台湾 台拳道协会 应该要向国际 体育 提出仲裁 对这种 我国人事事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杨淑金受到 栽赃的事件 一定要讨回公道 要能够讨回 国人的尊严 我们不希望 马政府上台以后 一位亲中的结果 就是我们在国际上 处处受到干涉 或者处处 受到这个栽赃 我们下注 请不吝点赞 出带 药